悟口不诽谤 等心于一切 劝人远罪行 送习念正法 世人不骄满 相尽如父母 恶恶而扬善 如是得佛吉 父次长者子 悠悠五事 若在人中常被诽谤 为人所憎 行题丑恶 心意不安 常怀恐怖 何谓为武 一者常无至诚 欺诈于人 二者大会有说法处 而诽谤之 三者见诸同学 而轻视之 四者不见他事 而为做过 五者两舌斗乱彼此 事为武士 若在人中常被诽谤 为人所憎 行题丑恶 心意不宁 常怀恐怖 而时世尊已记诵曰 欺诈迷惑众 常无有至诚 心口而作行 令身受罪众 若身地狱中 铁钩钩蛇出 羊童灌其口 昼夜不屑修 若当身为人 口气常心臭 人见便不喜 无有何月欢 常遇献官事 为人所积论 遭逢重恶难 心意出不安 死还入地狱 出则为畜生 辗转五道中 不脱重苦难 父赐长者子 又有五事 所生之处 常与佛 法 重会 除不差为 见佛文法 便得好心 若作沙门 即得所愿 何谓为五 一者 身奉三宝 劝人理事 二者 作佛形象 当始先劫 三者 常奉施教 不犯所授 四者 朴慈一切 与生正等 如爱赤子 五者 所授经法 昼夜奉送 世为五事 所生之处 常与佛 法 重会 除不差为 见佛文法 便得好心 若作沙门 即得所愿 何时 世尊已记颂约 奉进三尊宝 教化劝理事 作佛形象好 奉诸尊师教 当是一切人 与生等无益 比我稀平等 心事会佛前 昼夜常学问 智慧是大宝 开悟诸盲明 朴史之道真 于是张哲子便译 闻佛说五十世药法之意 欣然欢喜 待得法忍 五百张哲子 接得法眼镜 幼诸会者 各得其志 于是便亦即从做起 为佛做礼 常规插手 白佛言 善哉世尊 快说此法 乃令会者 得闻其所 不使将来 嫉妒恶难 为愿世尊 过于平聚 及诸众会 明日日中 趋于设时 而时世尊 莫然而许 朱长哲子 为佛做礼 欢喜而去 便亦道赦 白父母言 今所情者 人中难有 名曰如来 无上法师 三界无比 便告其妻 领舍饭时 急寻巨传 明日世尊 与诸大众 往到其家 旧作俨然 时便亦张哲子 与父母眷属 千里佛族 各自共事 便亦起行早水 敬意奉食 下时未弃 有意起而 千里做起 佛为咒愿 无感余者 骗无所得 称会而出 便生恶念 此诸沙门 放逸余祸 有何道哉 凭者从起 无心见语 张者迷惑 用为犯此 无此米意 无为王者 以铁网车 立断其头 言以便去 佛达称气 有意起而 拦入乞丐 坐中众人 各个与之 大得饭时 欢喜而去 吉身念言 此诸沙门 皆有此心 灵无平寒 时时充饱 得即数日 山灾长者 乃能共事 乃能共事此等大事 祈福无量 无为王者 当供养佛 集中弟子 乃至七日之中 当报今日 饥可之恩 言以便去 佛时已弃 说法 集还今色之中 报告阿难 从今以后 趁其下时 以此为常 时 二起而 辗转其盖 到他国中 末于道边 生草之中 时彼国王 忽然崩亡 无有细思 时国相师 明知相法 乘书记曰 当有见人 因为王者 朱成百官 千诚万计 暗行国界 谁因为王 故见道边 生草之中 上有云盖 向师只曰 终有神人 即见起而 向因为王 朱成拜业 各称曰臣 起而今儿 自云下见 非是王种 皆言印象 非是强力 沐浴香汤 着王者之福 光相隐然 称善无量 岛从前后 回车入国 十二念者 在余生草中 我美不觉 车力断其头 王到国中 营阳河条 四气隆和 人民安乐 称王之德 尔时 国王自念 习者贫穷之人 以何因缘 得为国王 习行起时 得蒙佛恩 大德范食 便身善念 得为王者 供养七日 佛之恩德 今以果之 即朝群臣 遥向社会国 烧香作礼 即遣使者 王请佛言 蒙世尊 宜恩 得为人亡 愿去尊神 来化此国 愚民之人 得见教训 于是佛告 朱弟子 当受彼寝 佛与弟子 无央述众 往到彼国 时王出营 与诸群臣 骑守佛足 烧香散花 济约供养 佛入宫中 即已就坐 忘起行水 供设饭时 须予以弃 而时 国王为佛做礼 谦白佛言 我本是小人 有何福行 得享思味 愿佛解说 定此国人 得蒙开眼 佛告王曰 往日甚未成中 有长者子 名曰便意 师舍大坛 请佛集森 时佛坐定 下时未称 有一起而 来入玉起 一无所得 称会而出 二念深曰 若无为王 以铁网车 立断其头 一人后来 乞丐大德 犯时出 己念言 若我为王 供养此等 众圣之森 其日之中 时善念者 今往事也 十二念者 我身草中 王受震卫 回车入国 车即侍从 立断其头 死入地狱 为火车所立 一节乃出 王今请佛 报事过后 事事受福 无有即矣 而时世尊 已记送约 人心是独根 口为祸之门 心念而口言 深受其罪殃 无念善恶人 自作深受患 异欲害与笔 不绝车利头 心为甘露法 令人升天上 心念而口言 深受其福德 有念善恶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大位 事时 国王闻今欢喜 举国臣民 得虚陀还道 供养佛七日之后 佛于世欲去 王及臣民 为佛做礼 欢喜而别 于是 世尊还道 设位奇数经社 贤者阿难 正依福 从座而起 为佛做礼 常贵白佛言 世尊 当以和名此经 云和奉行 佛告阿难 世今名曰 便亦长者子所问 当奉持之 一名诸法要义 佛复告阿难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有行私经 奉持奉送 宣传后世 令人受持者 世人如是我生 福无有益 诵私经者 当为弥勒佛所受绝 如来广长舌 说遇无有益 佛说经义 识诸天 龙 鬼 神 四辈弟子 闻今欢喜 为佛做礼 愿意长者子经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大家好 我是苏嘉宾医师 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 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 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 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 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 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 不可外出 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二 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三 建议有独立空间 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 四 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避免触碰眼口鼻 若有共用设备 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最后再次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跑跑罩 一旦乱跑 不但会收到告警简讯 最高还会被罚款一百万元哦 要让慈悲变成一种习惯 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 一旦不小心迟到婚时 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 同理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 如果内心存有恨意 不愉快等念头时 也很容易向内反省与自责 并使自己很快速地 再度安住于慈悲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